段哥,现在是不是该你展示真正的技术了? 好,开始 开始,太低调了 让段哥给大家露一招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鲁菜经典的葱烧海参 上发好的海参 这么大的海参 这是大连的? 大连的 肉特厚看的 对 这要处理一下是吗? 对 哦 现在要把它切成小段 对 你看大家,段哥切段,很有寓意啊 这个切好了 这个切好的海参 这是咱们那个山东,那个帐球大葱 这盘必须是山东的大葱 对,它这个葱没有那个不辣 这是这个葱,生姜,香菜,蒜子 等一会儿炸那个葱烧海参 葱油 对 这个葱油炸出来,别的那个葱烧海参 为什么它好吃呢? 为什么它里面放那个香菜 秘诀就在这里边 这个东西全给你拖漏出去了 对 那咱开始操作了 就 下这个酸辣油 咱们的第一步就是 要烧这个葱油 煉葱油 哦 这酸辣油和猪油搭配到一起 对,这个葱烧还是必须要用大油 哦,原来是这样的 这油温它就不敢太高,就把葱放进去了 油温不敢照 蒜子 香 把这个蒜子啊,葱酱啊,葱啊 炸的黄黄一点 把那个香味炸出来 炸的黄黄的时候,把香菜放进去 蒜哥 嗯 你像这个葱姜蒜啊 这个香菜我家可多了 嗯 猪油也炼了一大股 现在就是万事俱备几天东风了 缺的就是咱这大连身了 在后边,等一会儿啊 安排 对,晚上安排 对,晚上安排 辣椒 香味现在全在这个油里 对 辣椒这个油的这个料不敢说 等会儿咱们拿这个加点碎 它这个味味海鲜 明白了 这回烧这个葱段了 对,烧葱段 加这个油就是为了降温吧 对,加加温 这咱就用来的葱油煸葱段 对,那样向上放加香 这个盆子达好了 这个盆子达好了 本来也就炸成青黄色就好了 对 炸的油这个肉过来,不要信 把这个气味最糟糕 哦,把油倒出来 把这个水倒到锅里面 对 这把咱们炸的这个东西 放在这边 炸的水 放在那边 让它有点碎 刚才变成葱油 咱们现在成了这个香料水 对 对 咱得把这个水里烧开是吗 对 把这个水里面充分的有这个香香味 对 就跟倒了生抽一样 我感觉这个颜色 对 所以就把这个捞出来了 就没用了 没有 这个 放点咸盐 放点白糖 放点老河 这河这个 在这个豆子里面 先喂一下 先喂一下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几个多 这个有点凉生命 再来烤一口 好 这个 放点水 把这个放点咸盐 放点白糖 咸盐 我建议你放的这些调料都是一点点的 我建议你放的这些调料都是一点点的 对 因为它这个还是一种滷味的 这个放点老抽 也是再上点色 对 再加葱油 这么之后代表这个葱油饭的特别的亮是吗 对 这个葱油加三次 葱油要这么慢慢的要加三次 对 加三次 再加葱油 这是第二次加了 再一次淋入一点银油 再来一点点水溅粉 好 好 葱烧海参 玩一种做完了 海参的四个字 玩玩的香 哈哈 三道菜做好了 尝尝尝尝 好嘞好嘞 我先从段师傅这个海参下手 特别的Q弹啊 吃到嘴里的葱香味 酱味都特别的浓郁 关键这个营养特别丰富呀 现在我再尝尝 咱们这个香酥筋 这个香酥筋 它这个外皮是特别的酥脆 都已经利苦了 咱点这个慈然 再来点椒盐 嗯 外皮是特别的酥脆 这个鸡肉是特别的嫩 最后 咱们来尝一下这个松鼠鲑鱼 黑哥都不忍心下筷子啊 这么好的造型 我从尾巴开吃了 反正这个 鲑鱼肉上里面它也没有刺 夹了满满的一大块子 嗯 咱们这个松鼠 鲑鱼鱼肉口啊 感觉是外脆里嫩 感觉是酸香可口 关键吃这道鱼啊 特别的放进 里面一点鱼刺也没有 这三道年月饭的菜 大家学会了吗 大家赶紧做起来吧 段哥今天还有一件事求你 嗯 就是今年年三十 我也想的是 合计的家里就 不开招了 我在咱们冬夜酒店 订上一桌年月饭 不知道还有包尖没有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吧 就这个标准的包尖给 黑弟剩下一个 可以 感谢感谢 谢谢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黑哥的作品 可以在屏幕右下角 帮我点个关注 黑哥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最前在冬院做的是吗 是的 素丸子肉丸子都有 我们每次在冬院吃饭 都要点这个神眼镜 回到家里以后 汤和鸡 一炖进去 一块一炖 就是饭店的味道 这还有牛肉 头肉 还有猪耳朵 猪蹄 酱鸭子 凤爪 买上这些熟食 还能装到这个礼盒里 送给亲朋好友 是特别的方便啊 而且咱冬院做的这些肉食 是特别的香 什么个想法呢 四个字 娃娃的香 大家好 我是刚子 今天呢咱们说一说胡萝卜 可能有的网友呢 一听说胡萝卜 就会说 这个我知道它特别的有营养 不是有句话吗 叫做冬吃萝卜下吃姜 不劳医生开药方 但是这个呢 可是大错特错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胡萝卜不是萝卜 我们一般说的萝卜呢 实际上指的是白萝卜 胡萝卜带一个胡字 实际上说明呢 它是一种外来品 它是从原末的时候 流传到我国的 刚开始呢 这个胡萝卜的颜色呢 是紫色 后来呢 还有这种黄色 白色 还有橙色 这个呢也是根据土壤呀 环境啊 以及各个培育的手段方法 产生的不同的颜色 现在市面上呢 大部分的这种胡萝卜 是黄色和橘色的 这个橘色的胡萝卜呀 是荷兰被培育出来的 因为荷兰呢 它的国家的颜色呢 就是橘色 所以呢 它慢慢把这个胡萝卜 培养成这样的一种颜色 但是呢 它们所含的维生素 以及胡萝卜素呢 基本上是相同的 只是在口感和味道上呢 略微有一些差点 那么我们在市场上 如何去挑选胡萝卜呢 第一 体型大小呢 选中件 太大的呢 有可能是过于成熟 太小的呢 可能还没有长成 所以呢 一般取中件的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 是看分量 同等大小的胡萝卜呢 重量越重的 说明它的水分含量去越多的 如果比较轻呢 就说明它的水分呢 已经流失 吃起来呢 会比较的柴 比较的硬 第三呢 如果是橘色的胡萝卜 看看它成熟的标志呢 就是靠近胡萝卜鹰的一个部分 也是红色 如果是青色的 或者是其他颜色呢 说明它还没有完全成熟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它的外表有没有伤痕 如果有伤痕的话 这个呢 是不利于胡萝卜的保存的 那么我们在分辨胡萝卜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误区 就是把橘色的这个胡萝卜呢 叫红萝卜 实际上红萝卜呢 跟胡萝卜又是不一样的 它呢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大家以后千万不要混淆 好了 今天关于胡萝卜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刚才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先被看见